用严选过的咖啡豆 加上多年的煮咖啡经验 煮出一杯杯香醇可口的热腾腾咖啡 他是欧客老咖啡农场的总经理王幸军 也是台湾少数将咖啡产业做到产销合一 垂直整合的人 刚开始欧客老的成立 是因为 有罐头厂商他们想要咖啡豆 我们去国外那边去拿了几个国家的sample 再来他们对辽国这一部分的咖啡豆 非常的感兴趣 因为品质跟它的价格 他们感受起来非常的喜欢 我们在当初是用贸易商的角色 去引进这个咖啡豆回来 到后面我们觉得 咖啡这个生意是可以长久经营 所以我们下去那边开始设立农场 做这些供应 设立农场 做这些大型原物料供应的时候 我们做了几年以后发现说 其实大型原物料供应商 并不是说 像我们这种小资本额那么好做 我才回来台湾设立店面 设立店面以后才开始 欧贵老人们是在开始下去经营这样 为了开拓品牌增加市场占有率 王信君从原本咖啡生豆供应商 转型设立门市 但咖啡市场竞争如此激烈 王信君的优势 在以拥有辽国占地58公顷的咖啡农场 所栽种出多达7、80种的咖啡豆品项 在原物料成本较低的情况下 以一杯15元的低价促销方式 抢供咖啡市场 价格OK啦 这边喝起来跟一般专业的咖啡店 就咖啡咖啡秀那种的咖啡专卖店的话 这边是比较滑的 而且产品多样化这样子 外面走过去就闻到一股很香的咖啡味道 然后又看到价格非常的低廉 那就跟着朋友进来享受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下午时间 靠着评价与多元化产品稀客 欧客老位在台中太原区的第一家门市 每天平均来客数高达五六百人 我这个模式是属于说 要跟客户做非常强烈互动的一个模式 所以一般都是选在社区经营 社区密集度高一点的 人口密集度高一点的社区 是我比较想要选择的地方 当然商业区也可以 因为如果社区型的区域的话 它卖的咖啡豆 豆子就会比较多 杯饮的部分就比较少 如果是商业区 它的杯饮就会比较多 咖啡豆就会比较少 它像这种商业模式是两边都可以 两边都可以让客户满足 所以说我做这个模式是最主要是让客人进来 很像是类似来到一个咖啡超市 进来你要 你想得到有关于咖啡的所有的东西 我都有 琳琅满目的咖啡相关商品应有尽有 王兴君就是为了吸引顾客 想买器具 自己泡咖啡的欲望 来促成更多消费行为 光是咖啡器具就占整体营收五分之一 而同样也是占整体营收五分之一的 就是甜点 我刚开始经营的时候没有做甜点 都是跟别人批发 跟外面的厂商批发的时候 发现他们甜点的稳定性非常的不够 我对甜点这一块又非常的弱 不过在当下我去找了几个专业的朋友 跟他们请教 再来请一些专业的师傅 我们下来制作一些 我觉得属于比较适合我这个定位的甜点 下去制作 因为咖啡就已经是最便宜了 我想说一杯好咖啡配合一个甜点 那时候定位我想说 可以在35块左右的话 应该会让可以吸引很多人注意 我就下去设立这样子 开发这样子的产品出来 现在我们里面的甜点跟咖啡配合起来 大概35至50块 因为都是比较很平民化的 咖啡与甜点组合 评价策略 抢供下午茶商机 满脑子都是生意经的王信君 未来还要开拓国际市场 在中国大陆及韩国布局 台湾的咖啡流行 风气流行是到超商开始 有咖啡机现磨咖啡开始 这量就逐年的都以25% 每年都是25%上水一直成长 不过其实在韩国还是泰国马来西亚 他们的咖啡 咖啡的量其实原本就比台湾还要多了 我一直在想说台湾这个模式可以 国外的朋友一直邀请我过去 跟他们参与 以及说协助他们下去经营这一块 我在这一块也非常感兴趣 我觉得应该非常有进展力 王信君原本只是卖咖啡原物料的批发商 因为独到的经营眼光 在咖啡市场靠着产销合一的最大优势 创造连营收上千万的咖啡商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